本身是诗人的台中市文化局长王志诚表示 阅读就像魔术表演 不断带给读者们惊喜和感动 台中市图书馆举办的借书抽大奖活动 将从六月份起为期十八个月 分别为天天读好书 月月抽好礼 幸福阅读榜 和触动心底阅读金句奖三项活动 这一次我们办的这个阅读活动 从六月开始一直到明年 的年底总共有十八个月 所以十八个月每个月抽一次 那就是有十八次 再加上每半年抽一次 更大的奖有三次 台中市政府希望借此开券开运借书抽大奖活动 鼓励市民办借书证及借书 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态度 成为台中市文化底蕴最重要的基石 而这项活动也获得工商界赞助 慷慨捐出机车洗衣机电视脚踏车等作为借书抽大奖的奖品 情况记者梁轩 台中市报道